怎么快速判断像这种液晶屏的好坏 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来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只要简单一看就知道 比如我这里有一个容器 现在按这个开关 这个液晶屏一点都不显示 电池也换往新的了 但是我们可以遥控家里的空调 比如 我们来个手机看一下 按的时候 这边会有亮光看到没有 说明这个信号是有的 但是这边不显示 那下这种问题 到底是液晶屏坏了还是板子坏了呢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判断了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给它拆开看看 其实也有个好方法 可以快速判断液晶屏的好坏 这个容器这边有几个螺丝 我们把它拧掉 然后直接打开 首先把这个电路板给它拿掉 这边就是个液晶屏 就把液晶屏拿出来 拿出来就这样子的 从外观上我们是看不出来好坏的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电池 就能快速判断它的好坏了 比如这边有两个导电胶 我们用手按住其中的一端 随便按在什么位置 然后再用一个电池 我们手碰一下正极或者负极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一头碰到这边的导电胶 比如我们这样试一下 你们看 上面所有的都有显示了 看到吧 到慢慢往这边移动的时候 下面就有了 往上手的手 上面就有了 看到吧 用这边也可以的 所以说这样我们都给它测试一下 看看球 都有显示了 来说明这个液晶屏是没问题的 就是好的 小这种是锂电池 大概有四伏的电压左右 像我们普通的是1.5伏的 行也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测试的 不过 小这个电压偏低 这个显示可能没有那么清晰 看到吧 也是有的 那这样一判断 那肯定显示屏是好的了 让我们就知道了 要么就是导电成坏了 要么就是这个线路板成坏了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找一张纸 把这个导电层稍微的这样给它擦一擦 清理一下 像有的时候时间长了 这边导电层有点脏 有点水 就不行 像这边触点 也要给它擦一擦 然后我们再原封不动的给它装好 再来试一下 这螺丝先不用装 你们看 已经有显示了 看到吧 这螺丝没装 所以说我们要压紧 不然的话它没有显示 这样这养工器就修好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叶金屏不显示了 不知道显示不全 不清晰 我们只需要一个电池 就能快速判断 叶金屏的好坏 就这么简单啊 对我们想修理的话 特别方便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不 зag 第2 1 2 2 1 2